华山基金会在端午节前夕都会募集散款跟物资 作为县内独居长辈们的关怀礼 而其中有一支彩绘不散 则是由社区爱心民众先是手工制作完成 再转赠给基金会 之后再送到长辈的手中 不但凝聚了社区爱的奉献 更是夏日食用的消暑小物 在华山基金会的邀约下 南昊社区参与爱心彩绘折扇的制作 不但有阿公阿嬷来协助 更有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参与 做了最好的公益爱心示范 妈妈 妈妈呀 妈妈找你来干嘛 画扇子 手做扇给老人 觉得做这种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可以帮助 可以帮助老人 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画画 做扇子爱心扇子 来这里做感觉怎么样 很好啊不错 心情很好 怎么说 像互出啊 没有能力互出很好 自己也合作什么 对对 合作扇子的技术 社区透过分工合作 运用木条黏贴扇布后 再给予上色彩绘 最后成了这支 理清情义重的爱心扇 并结合肉种雨伞生活用品 就是今年端午节的关怀礼 因为做爱心嘛 很快乐啊 然后觉得做的感觉怎么样 很快乐啊 心情很好 你做的是什么 我做的是画画 我念鸡跟鸡 对喔 那什么想要来做 我叫我来做 我来做 喔 这样喔 欢喜吗 欢喜 怎么说 那就是 我感动了 多次做这个 感觉呢 感觉 很欢喜啊 怎么说 客人朋友啊 那华山基金会它有一个关怀独居老人的活动 那很高兴他们除了到时候会送一些关怀的物资之外 还会送一些手作的爱心小礼品 那很高兴我们社区能够参与这次的做爱心的活动 来协助这个爱心小礼物的制作 那我们社区今年做的是一个爱心爱心小扇子 那我们基金会其实每年都会每年三节都会送关怀礼 那像这个这次的爱心手作三节是我们 关怀一个系统一个冰箱 通过折扇的制作不但凝聚社区向心力 也能培训长辈的手脸协调色彩认识 但是爱心奉献的最好典范 宜兰新闻记者张立林采访报道